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都很期待我们过一个幸福的人生 有时候人们觉得说 我如果嫁得好 我就很幸福 有人觉得说 我如果有我想要的物质 我就会很幸福 我有车 有房 我有我的事业 我就很幸福 可是我自己看见 确实好像也不是这样 就是有的人好像拥有了这些 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 我们仍然是不会快乐 也不会幸福的 所以感恩跟幸福 我觉得它是一对双胞胎 如果你真的很渴望 你要幸福 那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感恩的人会幸福 幸福的人懂得感恩 这样 所以你知道 就是不幸的人 一个不幸的人 他常常就是会 会一直去爱他得不到的这些东西 可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为他自己所拥有的 他很珍惜 他就很感谢神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常常 神给我们很多 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不幸福 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没有那个 而事实上是 当你开始来数算 神在你生命中 让神给你的 你会发现 其实你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真的拥有好多 至少你知道 从我们出生开始 其实我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 来到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现在回想 我们现在拥有的还蛮多的 那那个都是神的恩典 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那这个德国的文豪哥德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 一个最无用的人 就是不知道感恩的人 他这样讲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 有的时候我也看文章 有些故事就讲到说 比方说 都是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先生 他就是在铁轨那边 他就救了 因为有孩子在那边玩耍 他就救了他们 可是他失去了他的双脚 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就是 这在韩国 也都有上新闻 可是竟然找不到 这些孩子在哪里 还有他们的父母 没有人来感谢 没有人来跟他说谢谢 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一个事件也是这样 讲到说有人为了救溺水的孩子 从水中救出来 自己就失去生命 可是也没有人来感谢 也找不到这个孩子 也没有找到那个 父母也都没有 都找不到 好像都没有人来表态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我觉得说 其实现在有的人 真的不太喜欢做好事 因为就是觉得说 反正我做好事 也没有人感恩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那就不想这样子 但是其实不管别人 怎么对我们 就会觉得 至少我们自己 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那为什么 你说那为什么我要感恩呢 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在《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 16到18节 这边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来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再读一次好不好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所以呢这里提到 我觉得神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经文 这里说这是神的旨意 神的命令 就是神的旨意 就像 就是神告诉你 就要这样做 好像神对我们的人生 神就是鼓励我们 要常常喜乐 神要我们快乐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你一定希望他常常快乐 你希望他在家里很快乐 你希望他在学校 他也很快乐 你希望他一个人快乐 他跟别人相处 他也很快乐 他是一个快乐的孩子 同样的神天父 也希望说 我们要常常快乐 可是问题是 我们这个人 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场 你会发现 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喜乐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 有时候我们装个样子 也可以快乐 可是问题是 我们心里有事 我们心里有苦 别人不知道 所以你从别人的外貌 这个人看起来好开心 他是不是这么开心 你不知道 可能他里面有很多伤心事 他也许只是不想让旁边的人 替他担心而已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要常常喜乐 我觉得是不容易 可是感谢神 所以耶稣说 这是在耶稣基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就只有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 因为神 他会把这个能力给我们 当我们面对一些环境 我们真的一点都喜乐不起来 可是神就会把那个平安 喜乐不是说 你一定要在那边开怀大笑 那是一个恒常的一个表现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知道 我们没有失去那个喜乐 所以有时候我们外面 有些环境 让我们觉得痛不欲生 可是我们里面 我们就知道 主他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喜乐 神要把这样的礼物 恩典赐给我们 这里提到说 要不住地祷告 不住地祷告 这里说要不住地祷告 所以神希望神的儿女 过一个祷告的生活 主的话告诉我们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有时候我们生命中 有很多的劳苦 很多的重担 所以丢记本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 别人帮不了我们 其实有时候别人很想关心我们 可是我们知道 讲了也没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没什么讲 因为觉得没用 那问题是 你的劳苦重担 如果你没有把它 交在神的手中 它就会累积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到最后你就是 你会垮 你承受不住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方法 就是借着祷告 当我们来祷告神的时候 当我们祷告 就把这个重担 从你的身上 就挪到神的手中 所以当我们常常 这样来学习 你就会发现 生命就轻神很多 当然在这里 主特别说 要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说的就是 你要在每一个事件上 每一件事你都要感恩 就要在每一件事上感恩 是不容易的 如果说我们在一些 顺利的环境要感恩 当然是很好啊 对不对 我们考上好的大学 我们身体很好 家庭幸福 我们都可以感恩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有个意外 发生在你身上 你身体不好了 或者说 你就怀才不遇 都没有遇到一个好的老板 那薪水都一直不涨 然后很多这样的问题 有的人就是不知道 他要怎么感恩呢 对不对 真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但是既然是神所说的 我觉得一定有神的道理在 所以呢 也许在我们来讲 我们要喜乐 要祷告 要凡事谢恩 是不容易 可是对于什么 当我们来依靠神 我觉得就会不一样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蜘蛛 它会织网 很多网 它为什么要织出一个网来 就是因为它想要 让有昆虫啊 虫子就是被它网住 它就可以吃这个食物 那我们人也是这样 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这些行为 好像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想要编织一个幸福的网 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但是我在说 有的时候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来看 我应该怎么样依靠神 我可以活出感恩和幸福的生活 对不对 当你活出感恩和幸福的生活 我在说 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辛苦 虽然我在说 有的时候有的人 当然也许不是每一个人 也许我们觉得一般来说 可能有些人 我们就是都普普了 我们过的人生 我们觉得都还稳稳的 可是事实上真的有些时候 也会有些时候 突然来的风暴 有时候会让我们喘不过气 那有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来依靠神 我们就是养成这样的习惯 让我们真的生活可以幸福 我在说我相信神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 可是你可不可以幸福 也取决于我们要不要付代价 我们要不要来学习 当我们愿意学习 我觉得就会不一样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活出 感恩跟幸福的生活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 不要埋怨跟不满 不要埋怨跟不满 有时候你知道 我们人会埋怨跟不满 其实这个是魔鬼放在我们身上 他所使用的一个战术 事实就是当你埋怨 你发怨言的时候 你里面有不满 你会发现生活就会脱续 你的家庭 如果说我们常常 你不满意这个 有时候我们不满意孩子 不满意丈夫 不满意公婆 或者有时候我们不满意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我们不满意这个事 那个事 我们常常对很多事都不满意 对不起 你会发现你不会快乐的 所以为什么神 祂其实一直鼓励我们 不要埋怨 不要发怨言 圣经上提到说 以色列百姓 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发怨言 所以神让他们死在旷野 你说神好凶 其实不是 最主要是说 因为他们犯了好多 好多好多的事情 重点是 我们先祖的这些不好的 一些行为 我觉得我们要留意 神一直给我们机会 那就是说如果你常常 没有好像学习 不要埋怨跟不满 那真的有的时候 你自己就在破坏你的生活 可是如果你真的开始改变 我觉得会不一样 有一个姐妹 她提到说 她真的 她也没有觉得 她信主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她真的也没有觉得 自己的品格 或者生命有什么不好 这样 她也不会大声地口出恶言 也不会 可是后来神就光照她 神就让她看她 就让她光照她 让她看见 有的时候 当她睡眠不足的时候 或者有的时候 就是很想睡 可是需要起来的时候 她有时候里面就会不满 不见得会说 可是里面就会有情绪 有情绪 当你这样基本上 就是一个不满的情绪 在你的里面 或者有时候 她觉得说 要用洗手间的时候 可是那个洗手间 被家人用得很脏 这样 她就觉得 里面就不高兴 虽然没有骂人 可是就是不高兴 那有的时候 事情出错了 或者接到账单了 那遇到红灯 那这些 或者工作的 突然不是属于你的业务 突然老板都叫你做 这样子 那有时候就会不满 不高兴这样 可是当她说 当神光照她说 你要凡事谢恩 那个都是 你虽然嘴巴没有讲 可是你的心里 都一直为这个事 搅的 你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她就 当神这样光照她 她才明白 其实这个就是 我的里面 其实就是有不满 所以她就向神悔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嘴巴没讲 我没有 可是我们心里 就是不高兴 当你不高兴 你要知道 当你不高兴的 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 埋怨跟不满 可是你要知道 你生活当中 每一个事情 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 就什么都不会发生 可是既然神所允许 那让我们就学习 可以降服在神的手中 我自己想到说 我们看人类 最初犯罪的 就是亚当跟夏娃 他们犯罪的理由 我觉得就是在 他们里面 有埋怨跟不满 有时候你说 他们一开始 在伊甸园生活 也很好 那亚当就工作 那夏娃 夏娃好像不知道 做什么这样 反正就这样 他们在那里 没有特别提到 有时候没有什么事做 也很容易出问题 真的 有时候就太闲了 这样 你知道那天 魔鬼来找她 就找夏娃 找夏娃就跟她讲说 就诱惑她说 神真的不许你们 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那这个魔鬼 她的话 其实她是想引起我们里面 你知道魔鬼很坏 就是有时候 她就是要挑起你里面 对人的怀疑 不满跟愤恨了 那夏娃就说 哦 神是有说 神是说 园中的果子 不可吃 唯有 就 所有的果子可以吃 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丢姐妹 神只有说不可吃 神没有说不可摸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 当我们心中 真的 丢姐妹你了解 当我们心中 有的时候 有一些不满的时候 或者我们里面 有一些隐藏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添加一些 我们自己的说法 添加一些我们自己的说法 所以魔鬼听了以后 他就继续说 你们不一定会死啊 神那么迟啊 你们不一定会死啊 神只是知道说 你们吃的日子 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 你们就会跟神一样 知道善恶 所以意思就是说 就是给夏娃一个感觉说 其实神不给你们吃 就是怕你们太聪明 怕你们跟神一样聪明 丢姐妹 为什么我觉得 人的话语这么重要 这么 你真的要小心 有的时候 不管是你自己的思想 或者透过任何一个人 说的一个话 当这个思想 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 真的有的时候 如果不是正面的 它就可以给你 开始带来一个 产生一个 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一个想法 让你开始怀疑 对啊 神真的爱我吗 其实神可能不是 真的很爱我们 祂创造了我们 可是祂又 好像又打压我们 你看祂就是怕我们 跟祂一样聪明 知道善恶 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不能吃呢 对啊 说实在 吃了也不一定会死啊 神那么爱我们 祂也真的不一定会让我们死啊 就像很多爸爸妈妈说 你再不听话 我就打死你 确实很少打死他的 也是没有的 所以人 所以为什么孩子会 一而再而三地挑衅父母 因为他知道 你不会打死我的 所以你讲了好多次 我再怎么都打死你 我打断你的腿 没有一次打断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就继续地挑衅 所以他就这样相信 你知道有时候 这样的一个话语 真的是会带领我们 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说实在的 其实神说不可吃 重点 神真正要说的 就是 其实就只是一个 顺服的一个事情而已 你要不要顺服神嘛 你顺服神就不要吃啊 你为什么讲这么多 有的人不顺服主 讲一大堆理由 你知道我是这样 我是尿 我是这样 我觉得顺服神就是顺服 这棵树 分别三个树 排在这里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训练我们 可以顺服 没有这么多理由 但是问题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诱惑 我们自己不自觉 可是你为什么会被诱惑 对我记得 当你的心里 本身就已经有一点点 觉得 虽然圣经没有讲 可是如果你心里 已经有一点点觉得 为什么那棵树 不能吃 那棵树 声音上说 看起来那个果子很好啊 为什么不能吃 那神你我们自己吃 我们为什么不能吃 就这么有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话 对你有 这个人 好像说 这个话 对你有影响 就是因为你心里 本来就有这样的怀 他可能不喜欢我 所以当他走路 没跟你打招呼的时候 也许他 他在想别的事情 也许他经过 我们看一下 果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你看 他就是这样 好 这样 所以听众姐妹 你知道这是很可怕 但是你要知道 像这样怀疑的种子 其实就是魔鬼放在我们里面 他就是要诱发我们里面的不满 我们里面的埋怨 好 这样 所以真的我觉得 就是要 我们真的要小心 常常活在主的面前 不然有的时候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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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糟糕 很糟糕 这样子 我就看到一个文章 讲到美国乔治亚洲 那个时候 那很早期的时候 有一个黑人 他就被控告说 他侵犯一个白人 妇女这样子 好 所以开庭的时候 因为陪审团 全部都是白人这样 所以他们就一律地 就怀疑他设有重险 就要判他重刑 可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但他们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 他们觉得 反正你是黑人嘛 因为我想还是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是你 好 性侵他这样子 好 就这样子 那可是这个 这个黑人 他真的是一个 敬虔爱神的人 他就跟神说 神啊 你是我的见证人 我真的不是这个嫌犯 我也没有犯这个罪 好 他就求神给他申冤 这样子 好 过了16年 好 因为16年之后 DNA的这个科学 鉴定发明了 好 所以就用DNA来检验 好 看这个犯人是谁 后来一检查就发现 他不是 他不是这个 这个罪犯 好 所以他们就要把他给当庭 就给他释放出去 好 那就有记者来问说 你会不会非常的震恨 当时把你关进去这些法官 还有陪审团 啊 这样 那你会不会想报复 好 他就提到说 他说 不会 他说我不要把这个愤怒 震恨放在我心里 我现在去找工作 好 对我自己觉得 这就是一个很积极正面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积极正面 我相信在16年来 他在坐牢的日子 我自己相信 就是他因为他一直的仰望神 倚靠神 那当我们 当我们仰望神 倚靠神的时候 一个人不可能在仰望神 倚靠神的过程越来越恨 所以当我们仰望神 倚靠神的时候 神会把平安 就会给我们 而且我相信 他过去所受到这样的一个 不公平的对待 我相信就这法 法律来讲 他们也要偿还 补偿他的这些亏损 等等的 可是重点 就是提到说 我们的心态 很重要 你的心 实际上说 你的心如何 它会影响你 走不一样的道路 为什么我们常说 我们的心要充满感恩 当你感恩 你就会幸福 可是那里面 当有不满 有埋怨 有憎恨的时候 那就会带来 一开始可能不明显 可是渐渐就会越来越可怕 你看 杀了甘乃迪总统的 这个人叫做奥兹华 这一天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晓得 为什么这个事会这样发生 可是这个人 他跟甘乃迪总统 到底有什么仇 其实弟兄姐妹 没有任何的仇恨 他怎么可以在 他在高处的地方 高楼就直接射杀 他怎么把这个总统给杀死了 那我们先来看他的原生家庭 你就可以了解 他为什么性格扭曲 他的妈妈很强悍 也不懂得爱人 这样子 还会打丈夫 所以呢 后来他自己的父亲 是妈妈的第三任丈夫 可是呢 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死于心脏病 就走了这样 所以他的妈妈就是在外面 工作啊 或者是过自己的生活 也不太给他 也不管叫他 可是重点是这个人 因为他长得很丑 所以呢 他从年轻开始 就被朋友同学排斥 他的智商 文章上面写说 他智商很高 可是他的成绩不好 所以他高三的时候 就被退学 他退学以后 他就去从军 去海军陆战队这样 他想说至少 我拥有一个好的体格 而成为一个男子汉 可是在里面 被人家取笑 被人家取笑这样子 所以他就打架 一打架 就被判退伍这样子 所以呢 他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 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这样孤立无援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再加上他觉得 他的头越来越凸这样子 所以他没有什么 太大的自我价值感 所以后来他讲 他就 就是过一个 很流浪的生活 后来娶了一个太太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 就是也轻看他 还把他关到厕所 惩罚他 后来他还被妻子 赶出家门这样子 他想要靠自己站起来 他真的是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后来 终于有一天开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他就变得很沉默 开始沉默 他也不要在那里摇尾 就是摇尾起脸的 那他的自尊心 已经完全地破碎 所以他开始变得怪怪的 开始变得怪怪 所以有一天 他就拿起 欲藏的刀 欲藏的枪 在一个 一个大楼 六楼的窗口 他就 其实我觉得 他大概就随便扫射 可是竟然 他就杀了 这个甘乃迪总统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人 他为什么会这么扭曲 人格这样的扭曲 我自己觉得 第一个 我觉得他拥有一个 可怜的原生家庭 等于没有爸爸 那妈妈又是 这样的一个个性 所以他没有 好好的被养育 所以再加上 母亲 同学 朋友 妻子的嘲笑 错淡 所以这个人 一直没有被鼓励 所以他活在 好像那个阴暗面 所以他很痛苦 他重点是 他觉得 大家轻看他 大家欺负他 可是他的问题是 他没有对付 他心中的不满 他没有对付 心中的不满 埋怨跟痛苦 所以渐渐地 这个埋怨痛苦 就一直地长大 长大 到一个地步 他觉得 他想杀了别人 其实他也想毁灭自己 反正他觉得 对他来讲 他没有什么损失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事 今天社会 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 好多事情 我们看有一些 有一些 很多问题少年 我们想说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 其实如果你回归到 也许他的原生家庭 可是我们会看到 也有很多 很可怜的一面 也是 当然我自己觉得说 也许我们说 我们借着 就是我们借着 各样的一个方式 想要改变他们的想法 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 或者周围这些罪犯 各方面 可以有时候 我觉得很难 人的教导 有一些时候 真的是很难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可以信靠神 你知道我们里面 我们人 我在说一开始 我提到 我们人都 其实都会有不满 埋怨 有时候 就是对于环境 我们会不满意 可是我觉得 我们有神 最大的不同 就是神可以帮助我们 其实有时候 我们对这些 有点环境 有一些不满 可是渐渐的神 会把另外一个想法 放在我们里面 好像我们就开始 想看另外一个层次 我们就不会 对着我们的环境 就是好像 好像痛苦到一个地步 就觉得说 我要报复 以牙还牙 基本上不会 好像有时候神 祂就会让我们 可以原谅 就可以了解 这个为什么 他们会这样 我有时候会提到 我自己的原生家庭 当然我自己的母亲 我自己的母亲 也许 以前我都觉得 我妈妈不太顾家 这样子 那我爸爸当然很辛苦 因为家里 很多人口 他就是 很辛苦地工作 真的是从早做到晚 这样子 但是呢 妈妈就是在家里 可是妈妈因为 就是在家里 有时候反正是顾小孩 可是他也没有什么 顾小孩 有时候他又很喜欢玩 就是跑出去 这样 他又喜欢赌博 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爸爸 劝他讲 有时候也是没有用 这样子 那可是就这样子 所以我从小 我就觉得说 我真的会觉得 我的母亲 真的是太奇怪 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 不合格的母亲 所以有时候 真的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在某一些部分 我觉得很难原谅 因为他所做的 各方面 特别是 有时候拿爸爸的住院钱 去赌博 我就觉得 我就很不能够接受这些 然后家里常常 看看他跟爷爷之间 那个关系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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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跟爸爸也吵架 就是一团乱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真是受不了 有时候心里 真的会觉得说 其实也是觉得 就是很难讲 就心里就会 你说有没有埋怨不满 我觉得可能有 甚至曾经想过 如果他去天堂 我大概不想去 大概有这种想法 可是我觉得 当我们一直在主理 一直在主理 我们一直在追求 我记得有一天 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 说 你的母亲会这样 是因为她没有一个 好的母亲 因为外婆 我外婆 她们的家境很好 所以从小就带着妈妈 就上牌桌 就叫她赌博 这样 她什么事都不用做 所以她什么也不会做 真的 所以她就 很喜欢打牌 所以当我感觉到 主这样告诉我 我的心里 那一刻 我就立刻 我可以饶恕她 我不会觉得说 她怎么这样 就是她也没有一个 好的成长的背景 所以你怪她 她也没有用 她的个性 她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心里 就可以了解 所以我记得 你知道 你心里的解 如果不是由神 来帮你解开 你就一直解不开 你就会一直很痛苦 你就会很埋怨 可是当你解开了 像我现在服侍我的母亲 我照顾她 但是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说 心里有任何的疙瘩 觉得说 凭什么 你都没有顾我吗 我现在还要顾你 凭什么 对我记得 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基督徒来讲 对我们来说 即使我们的长辈不好 也许他们的 可是你要想 也许她的原生家庭 当你祷告神 为她祷告 或者祈求神 把一个答案给你 当神告诉你的时候 对我记得你会发现 我们里面的结 就可以释怀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 活在那个不满当中 或者埋怨 如果有一些环境 让你很容易 挑起你的情绪 你真的要祷告神 主啊 你要帮助我 不要常常 为着这些事情 我就整个人 常常一直 骂啊骂啊骂 或者心里就很痛苦 你常常很痛苦 你流泪 你垂墙 就基本上 说实在的 都帮不了你 你会越来越 纠结一些事情 你会觉得你很痛苦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 为什么是这样子 真的 以前呢 就是我爸爸 很喜欢听一首歌 就是 我比巴拉卡拍名 我比什么呢 我比别人更认真 我比别人更拍名 这样子 就是 可是问题是 我想说 大概那首歌 还蛮红的 我想很多人 特别早期一些 很努力 怕病的人 他们的心声 他觉得我们要很努力 可是有时候 我们好像没有 照我们所努力的 获得我们所期待的 可是弟兄姐妹 我真的是要提到说 没有人可以解开 我们心中的解 只有我们的神 当我们更多的来追求神 你里面的心解 才会被解开 当里面的解打开 你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活得很开心 我们可以活在感恩当中 不管我们所经过是什么 我们可以靠神 我们可以喜乐 所以首先我就要提到 不要埋怨跟不满 下一次 当你有埋怨不满的时候 赶快 我们就要警觉心 要拒绝这样的不满 就是要赶快地转向神 以前有个老伯伯 他就是这样 他太太每次都 就喜欢念他 因为人很老 那时候已经九十来岁 很老 那太太也很老 可是就是喜欢叨叨念 在老先生的后面跟着 就是叨叨念 一直念他这样子 这个这个这个讲讲讲 可是这个老先生 他都姓主 他就是不想要吵架 所以每一次 他太太一直在跟他后面 一直叨叨念 他就转一个声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意思就是我不要一直的 好像我不要跟他吵架 所以我赶快转向神 我就觉得很好 当我们转向神 我们的心里就会平安快乐 所以第二个重点 我就是要讲到说 那怎么样活出感恩的生活 首先你可以感恩 你可以幸福 我再说你需要拒绝 那个不满跟埋怨 但是你要怎么样活出感恩的生活 我觉得有几个重点 也是可以 我想对你有帮助 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思想 我们拥有一位美好的神 良善的神 对我几位我们有位好神 神 我们的神 他是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能得到益处 所以也就是说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 非同人的意念 有时候神的想法 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当你常常想到 神都是为我的好处 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除非你真的相信 不然你的心里 你不会涌出感恩 你不会觉得 我发生这个事 我有什么好相信 我有什么好感恩的 可是当你真的知道说 万事互相效力 是要叫我得到最大的益处 我觉得你就会感恩 有的时候我会去到 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他们病重 所以我们去探访 看着他们 有时候真的在我里面 常常很不自觉的 我就会从我的心里 就会涌出 感谢神 感谢神 当然有时候我在想说 主我为什么感谢神 难道我为着我们的弟兄 为着我们的姐妹 他们的生命都快没了 也许医生觉得没有救了 也许没有多少时间 我为着他们这样 没有多少时间 你没有医治他们 我感谢你吗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不是 当时在我心中 所涌出的感谢神 好像神让我明白 因为我相信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到益处 神比我更知道说 这个人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 神比我更知道 这个人的将来会是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一件事情 都说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出车祸了 他为什么遇到这个意外 他为什么工作这么不顺利 老板为什么这么坏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要相信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最美好的安排 既然有神最美好的安排 那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降服 就可以相信 主有你最美好的安排 所以主啊 我相信对我 一定是一个最大的祝福 有一个姐妹她在日本 宣教55年这样子 55年 可是她提到她刚去的时候 那时候当然也还是很年轻 那时候神就是要她做一个事情 跟是很个别的她自己的事情 神跟她讲 神就跟她讲说 你愿不愿意跟别的女孩 有一点不同 这样子 所以神就说 那你要不要放弃你 对于外表 那个追求外貌的美丽 那这样的事情 就是单单为主而活 不要一直追求外貌的美丽 后来这个宣教师 他说 对啊 因为他有的时候 他是很希望有好的外表 有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的赞美 这样子 所以呢 而且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做头发 这样 所以他当神叫他说 你只要把头发往后梳一下 绑起来就好了 这样子 他就觉得 他做一次 他就觉得太可怕 这太吓人 他真的觉得 这样子很难看啊 这样 可是神说 我觉得很美 所以呢 他就觉得 很困难 可是当他决定 他要顺服主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 主 如果这是你的想法 你不要我花那么多时间 一直在弄我的头发 那我就相信你 那我就 我愿意顺服 后来他提到说 他说当他顺服主以后 他发现 他多出好多好多的时间 当他不再去一直注意自己的时候 好像他多出好多时间 他可以更多的服事 在那里他就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帮助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 当我们顺服神 真的 我觉得我们 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祝福 即使刚开始 也许你觉得 看不太出来 可是当你继续的相信 神知道 我再说 神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 第二 就是你要将生活中 很多事情 就是正面的事 或者负面的事 你要其中找到正面 来放大 放大看 这样子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 有一些事情 不管发生什么 我觉得我们就是 去看那个积极面 很乐观地来 看我们的生活 不要把负面的事 放大看 而是在负面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在其中找到神的恩典 这样子我们里面 就会感恩 弟兄姐妹 真的 生活当中 总是会有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 很不OK 但是呢 神就是要我们学习 来感恩 有一个校长 他是新泽西州的校长 叫做韦斯鹏 韦斯鹏 他提到说 因为他是住在三角下 所以每一天 他就要上班 坐马车 来往返 大概三公里左右 所以有一天呢 住在同一个村庄 里面的一个居民 就来找他 很兴奋地找他 他说校长 校长 我今天经历神迹了 我经历神迹 我刚刚那个 驾马车的时候 我们越过一个山头 结果马车翻了 支离破碎 可是我这个人 毫发无伤 我真的为神奇妙地做 我感谢神 这个校长一听他说 真的啊 那我告诉你一个更值得感恩的事情 他就跟他说 他说 我现在 我经过那座山几百次 可是我一次 我都没有受伤 一次马车 都没有翻覆 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恩典 哇 对不起 我想这个校长在告诉我们什么 他让我们明白 平凡的生活 就是我们要感谢神 主要的原因 有的人就觉得 每一天生活好无聊 每一天都好无聊 我觉得生活太平凡 弟兄姐妹 感谢神啊 不是平凡 是平安啊 那是主的恩典 如果你的生活 一天到晚大风大浪 你承受不起的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 主啊 你让我有衣有食 你让我可以平安 主都是你的恩典 有的时候人们就觉得 好像这样的日子过得很闲啊 去冲浪吧 或者说去做一个什么 比较厉害 刺激的这些 我就不需要嘛 你何必试探神啊 但是重要的是 要相信 在生活当中 弟兄姐妹 你总是可以找到 平凡的生活当中 可以找到许多感恩的事情 有一个85岁的一个老太太 她就是车祸 可是也是这不久前发生的 车子都被撞烂了 可是她的身体 就是她这个人都好好的 所以她就充满了感恩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每一次都想说 我们这个人 可以走路平平安安的 好像车子也不会碰到我们 然后我们过马路也平安 那就是你知道 这个世界有好多不平安的事 前两天你看见 有的人在吃面 吃什么 在店里面 都有车撞进来 所以有的时候 或者有的人骑摩托车 都可以致撞撞到树干 很多很多类似这种 不平安的事 坐bus 客运 可能整个客运都火烧车 所以这两天的事情而已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生活中充满了不平安 可是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 我觉得我们就要感谢神 为着神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就感谢神 那至于家中那些不顺利的事情 孩子的不听话 一点那些事情都没有关系 我在说生活当中 总是有很多突发的状况 可是呢 在每一个事件上 你要看见神的恩典 我就想到有个爸爸 他在美国 他就除草 他们有很大的院子 在除草 用除草机除草 所以孩子就跟在旁边 玩啊 玩啊 就玩着 所以后来有电话 所以爸爸就回屋去 接个电话 那接着电话出来之后 就发现 那个草坪上啊 花园 草都 孩子就推着那个除草机 把草都铲平了 那把花朵也都铲平了 这样子 妈妈就很生气哦 冲过去 就想打这个孩子 怎么这么调皮 这个不该玩 你把这个花朵都搞成这样子 那个花园 很丑不垃圾的 这样 当他正要打小孩子的时候 妈妈就冲过来 护着小孩说 她说亲爱的 你一定要记得 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是养孩子 不是养花 这样子 对不起 这个先生就冷静下来 多好 多好 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在说 真的会有好多 好多 其实你真的要感恩哦 感恩不完啊 真的 有一个传道人说 他有一次看到一个科学的数据 他提到说 一粒米的成长 一粒米长成 一粒米需要七淡水 这样子 所以他就很感恩 他想说 哇 那我们吃这么多粒米 他觉得说 真的 怪不得人家说 谁知盘中生 历历切辛苦 所以他就很感动 他就买了几个碗 然后他就来烧 烧几句话 写在上面 他说 有人能吃 没有饭 好像乞丐嘛 能吃没有饭 有人有饭不能吃 病人 有饭不能吃 他说 我今有饭又能吃 然后讲到他很健康 感谢耶稣大恩典 他就把这四个句 四句话就刻在碗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啊 你要感谢神 你有很多可以感恩的 真的 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 讲到说一个法官 就不信 基督徒可以动不动就感恩了 他特别听到一个传道人 在那边传福音讲说 我们要凡事谢恩这样 他觉得不可能 所以就找了一个由头 找了一个理由 就把这个传道人给抓起来 就把他关起来 这样子 看他还会不会感谢神 晚上就偷偷去看 这个传道人在干什么 就听见他在祷告说 上帝啊 感谢你啊 你知道我太累了 所以你让我有一些时间 可以安静在这里读圣经 这个法官听了就很不舒服 所以后来第二天就把他叫出来说 你的罪实在太大了 所以要把你里面的东西都没收 把他的赞美诗啊 圣经都没收这样 就不给他看 看看你还可不可以看圣经 没想到又听见他在祷告说 感谢上帝 你让我可以有时间背圣经 所以他就要背圣经 所以这法官实在太生气了 他想就不信 所以第三天又把他叫出来说 你的罪恶实在太严重了 所以应该把你枪毙 那这个传道人说 感谢神 我可以去到父那里是好的 无比这样 主知道我在地上太苦了 这个法官他没办法就把他给放了 我想也许是一个福音故事 可是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常常感恩 就没有什么可以 好像牢笼住我们 一个感恩的人 你可以在凡事上 任何环境你都可以感谢 第二天就没有什么 好像可以 可以 就拿你没办法 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感谢神 魔鬼想要害你 让你不开心不幸福 都很难 有个女孩她提到说 她有时候聊天 跟她的朋友说 我感谢神 真的还好我不是一个大美女 真的 她说我想到说一个大美女 走在路上的时候 如果突然脚痒 也不能够抠脚 突然鼻子痒 也不能够挖鼻孔 这样 她说我真的好感谢上帝 让我不是一个大美女 这样子 好 她就觉得自己是路痴嘛 你知道有的人对一些开车有方向感 那个是恩赐啊 不是每一个人开车都很有方向感的这样 那当然有一些人就需要倚靠GPS 就还好都可以也很顺利 可是有的人是有GPS 也是不是太倚靠的 这样 那之后有时候就会受一点苦 就会迷路 那牧师就是属于第三种这样子 有时候虽然有GPS 可是有时候 就是还是会迷路这样子 那有时候我们去探访啊 或做什么 有时候 不特别是陌生的路啦 有些地方比较陌生 就会迷路啊 真的 我记得有一次 真的有一次 那真的超可怕的 有一次我们参加追尸礼拜 那是一个安葬 就安葬晚后嘛 那很多很多年前 印象好深啊 安葬晚后 牧师又开车 我们就要回去了嘛 那时候已经三点多了 可是山上都晚得早嘛 你知道 而且又不是阳明山那种 很大这样 就很明亮 路很宽 那是就比较小的山这样子 那我们就反正在里面 后来牧师就开车 那时候没有GPS这样子 所以就要回家 越开坟墓越多 越开 我们都不知道开到哪里 到处都是坟墓这样子 而且它很多是 有点像乱杖缸一样 很多这种 你可以想象这种 后来我们就一直呼求卓 呼求卓 所以听众姐妹 你看在极难当中 神也是我们的倚靠 就是不晓得怎么样 就走出来了这样子 印象很深 那总之呢 有的时候就是 会有这个迷路的 这样迷航之旅 所以有的时候 啊 怎么办呢 可是 有时候我们就会讲说 感谢神啊 我们在交友 就压压马路 压压马路这样交友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 牧师也心里也不会说 太大的控告 你看我又 我又重获 这样子 所以听众姐妹多好 有时候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来看 感谢神 我们积极地来看 正面地来看 就不一样 我们就是前一两个礼拜 这样子 我们就 有一天牧师跟我说 这个网路上 他刚好看到一个 就是特价的东西 什么特价的东西 就是德国双人牌 德国双人牌的东西 都是很贵的 都是很贵的 如果没有打折特价 通常不会买的嘛 好 那我想你也大概 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说这个锅子原价快要九千块 八千多 那快要九千块 那特价一千多一些而已 我想哇 这真的很便宜 不买都很遗憾 这样子 然后牧师也说 对啊 对啊 我们应该买这样子 他就讲了两三次 我想好好好 那我就下单这样子 那下单就要等这个锅来 我真的很期待 感谢神 你看 做神的认识真好 真好 你看我们可以买到一个 这么便宜的锅 而且是德国双人牌的 很耐的 这样 就后来就前几天就送锅子来了 我想这锅子 三十四寸的炒菜锅 怎么这么轻啊 这样子 那我也不宜有他 我们都是凡事相信嘛 这样 所以呢 而且这种 网络上还特别讲 就是现场交货 我们就交给他 也不会交给谁 反正就走了 这样 那我们就 实在太轻了 这样 后来跟牧师 我们就一起开箱 结果后来我们就收到 一个娃娃锅 这样娃娃锅 就后来想 怎么是娃娃锅呢 这样子 送错了 怎么送一个娃娃锅 这样 就是不能用的啦 这样子 那后来牧师说 气不过啊 上面好像有个电话 这样子 打电话去问 那看起来好像是桃园的电话 一问 说我们这只是转应战 我们也不晓得是谁送来这里 反正就没办法 找不到源头 总之 这件事我们就发现 原来我们被诈骗了 这样子 这是我们人生中 第一次被诈骗 我们从来没有被诈骗 有诈骗电话 打到我们家 都是被牧师骂回去的 然后他自动的挂电话 这样 好 所以后来我想 我们人生第一次被诈骗 对不起没 可是我心里想说 感谢神 就一千多一些钱而已 也不多 真的 一千多一点 你买一个人生教训 就是我觉得太值得了 而且有的人 就想到有的人被诈骗 多少钱 有的人 连人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 只是被诈骗 而且我们是共同被诈骗 一个人五百多 所以想想看 对不起没 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 我想说 感谢神 可是对不起没 如果你没有正面看 就两个夫妻就会吵架 是谁说要买的 家里那么多锅了 还要再买一个锅吗 你买锅是什么意思 你要叫我煮 你这为什么 就要吵架 你可以瞎很多 可是 就没什么好吵的 就想 我们就买一个教训 这样感谢神 下一次 我们就决定 绝对不会这样 随便乱下单 对不起没 真的 有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贪心 你为什么下单 我就跟牧师说 我们就是贪心 就觉得很便宜 牧师说我没有贪心 我是觉得 我是花钱买的 也对了 可是 其实我们心中就是有贪心 对不对 没有贪心 我为什么要下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 重点就是 经过一个世界 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 对不起我就是恩典 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学习 放大 每一个正面的事 甚至是负面的事 我们都在其中 我们还可以想到 神要给我们的教导 对不起 我再说 就是很宝贵 那这样子 怎么会吵架呢 所以你的牧师就很高兴 很感动 就觉得还好 我都没有一直骂他 这样子 我怎么会骂他呢 不过我在想说 如果五千多块 我可能就会骂人 这样子 有可能 一千多块 我觉得好像感觉 好像好一点这样 所以也是有主的怜悯 这样子 所以 弟兄姐妹 让我们这样一起来学习 我们都不完全 可是只要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我相信 我们的家庭环境 我们这个个人 就不一样啊 不然你看 你每一天 我想这个事 你心里不会觉得 很害羞吗 你知道一千多块 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买很多菜 你也可以吃很多 简单 你看阳春面 你可以吃几碗 所以 其实重点就是 当我们不要这样想 已经发生了 就发生了 我们为了已经发生 不能够挽回的事情 不要再一直去拘腻这些 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说 怎么会 这个事情处理成这样 但是已经发生了 那我自己的习惯 常常就会告诉童工说 下一次不要 下一次不要 记取这一次的教训 那这次的教训 对你才有用 如果你不记取这次教训 你一直犯 一直犯 你就学不到功课 对不对 就像我们 我刚刚提到说 像我们这样被诈骗 如果我被诈骗一次 我们学经验 如果我一直被诈骗 一直被诈骗 你不当我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一定要明白 就是当我们 为了已经发生的事 我再说 就不用再一直去那边 反正就已经发生了 让它过去 那这样子你自己的心 你才会快乐 才会释怀 不然你一直抓住这个事 抓住这个尾巴不放 真的很难 为什么有些夫妻 一吵架 二十年前的账 全部都翻出来 而且记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 让人家就很痛苦 过去这么多年了 每一次都要讲这个 一吵架就要讲这个 那我就觉得说 你的家庭就不会幸福 可是如果我们就觉得 过去的 让它过去 那就是不要翻 每一次有争执 我们就focus在 我们就可以聚焦在这件事上 不要每一次 你总是这样 你永远都这样 你都改不了这样 那我觉得这样子 家庭或者说你跟人之间 你的朋友这些 你会觉得就会很困难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 当我们更多的学习 而且我们有上帝的帮助 弟兄姐妹就会不一样 第三 你要活出感恩的生活 所有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言语 言语很重要 那圣经上说 一句话说的合一 好像这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 显得宝贵 所以有的人就是会说话 可是我说的话 因为说话会改变你的环境 跟你的命运 但是我不要弟兄姐妹误会说 好像我们就要 有的人就是油腔滑掉了 或者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讲说 有一些话语它会破坏 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破坏家庭 所以你看今天 为什么政坛上 这么多的乱象 不都是话语吗 想什么 讲什么 可是你就是要留意你的话语 因为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如果一个人 常常习惯讲负面的话 对别人都讲负面的话 对你的孩子都讲负面的话 每次考卷拿过来给你看 你总是骂他笨死了 好不容易考个一百分 你就跟他讲说 一定是考题很简单 那说真的很难嘛 孩子也很难嘛 他就不晓得怎么样 可以让你这个父母 让你们可以满意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尝试 不要一直讲负面的话 有时候我们需要慢一点 他们所做的好的 给予他们肯定 他做不好的 不要在情绪当中说话 有时候我觉得 真的有的人 今天他情绪不好 可能跟你没有关系 是前一个事件 所以人家说 少到台风尾嘛 对不对 他只是好像 你刚好你波及到了 可是我自己会觉得 我们真的要留意 讲那个正面的话 即使你要 我说的正面的话 包括 就是 就像主耶稣 他所讲的话 他也不是只是讲那些 好 人家好听的 人家想听的 我们也可以 我们要讲一些 对别人有指正的话 也没有问题 可是重点是 你不能在你的情绪当中 来分享 有的时候 我们就 当你说实在的 当你稍微想一想的时候 你再开始慢一点 不是立刻就冲出去 你会发现 你的话语就不一样 有的人常说 离婚 好 就离婚 就很快 有的就真的签了 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 如果说你心里想 我就好想跟他离婚了 就赶快签一签离婚证书 然后放在这个抽屉里面 一个月再拿出来 那那个时候的你 可能就没有那么想离婚了 可是如果说 一定要赶在一时 不行 我现在就要离婚 那就会离成了 这样子 可是如果说 即使有时候 你很有情绪 你稍微慢一点 就会不一样 然后呢 过了一个月以后 你可能不会想离婚 而是你会想到说 我应该可以怎么样 来跟他说 一个太太 就是这样 因为在家庭当中 丁永吉姆 我在说家庭里面 跟职场差不多 家庭更厉害 就是有的时候 都是自家人 门关上 谁都看不到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那个言语 都是很厉害的 你记得以前 我提过说 有一个孩子 去跟牧师说 怎么办 怎么办 妈妈 爸爸妈妈又吵起来 这是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所以牧师说 怎样严重 我就是 妈妈就是会拿盘子 砸爸爸 这样子 那这样不好 可是这个孩子就说 现在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牧师说 是怎样严重 我妈妈越扎越准 这样子 越扎越准 所以有的时候 就很难 所以我在说 就是家庭有时候 是形成一个战场 有时候 不只吵架 会打架 你很难想 会打架的 这样子 那另外职场 也是另外一个战场 那只是说 职场比较好一点 是有的通常觉得 看不睡 那我就走 就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 那也不是一个 很负责 对你也学不到 什么功课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 有一些东西 就是言语 言语 我觉得 当我们讲正面的 那甚至有时候 即使你要解释 你的话语 那你也可以讲得 很清楚 不要带有情绪性的 那就是 就有一些 有情绪性的话 或者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知道 人家看了 感觉会不好 人家为什么 情绪会被你好像 惹动 有时候就是 你说我没讲什么 我就讲我心里的感觉 你不能说 你只讲你心里的感觉 你也要注意别人的感受 这样子 不然的话 真的有的时候 冲突就这样 就爆发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 我们真的是要留意 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说 师母 我有一个事情 我跟你说 就是跟我道歉 跟我道歉 那什么事情 就是 我知道 我就是要跟你道歉 神跟我说 叫我跟你道歉 好 这样 什么事情 就没有下文了 那这样子我觉得 你会让人家觉得 你很奇怪 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不知道 然后你跟我道歉 神跟你说 你叫我跟我道歉 跟你又不跟我说什么事情 那我怎么原谅你呢 都要在圣灵里面 这样子来原谅 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 好好的说 好好的说 不管你的委屈 或者说我们的沟通 好好的说 不要在怒气当中 大家就比凶的 比大声的 那在这我真的觉得说 有的人 特别是弟兄 要特别留意 因为姐妹 基本上都是水做的 有些事情上讲说 姐妹也比你软弱 有时候弟兄都觉得 我没有啊 我没有大声 我没有骂人 可是因为你的声音 很大声 当你声音很大声的时候 那个太太里面 通常有的时候 他们会 他们也是承受不住 这样子 所以讲话 不要太大声 最好 当然有时候 丈夫会说 她声音比我更大声 这样子 那最好的情况 就是都不要大声 因为大声 当那个 都氛围越来越高的时候 都不用谈事情了 就是要好好地沟通 好好地讲 当然我知道 现在说很容易 真子在生活的现场 是比较困难 但是还是要改变 当你开始改变 弟兄姐妹 一定会不一样的 一定会不一样的 真的 有一个太太 她就提到说 因为她的丈夫 对她 就是 就有外遇 不忠实 这样子 那一年 在住外面 一年只回来 两个月 这样子 钱也都不拿回家 她就很生气 每一天 她就咒诅她先生 就咒诅她先生 从早到晚 咒诅她先生 那情况也没有更好 可是后来 她信耶稣了 这个太太信耶稣了 她说她信耶稣以后 她就发现 不应该用这个话语 这样一直咒诅她先生 因为你咒诅别人的话 也会回到你身上 这样子 所以她就觉得 她不要咒诅 这样 所以她开始早上 她就起来 就祝福她的先生 祝福她先生的身体 她的工作 这样子 然后祝福她 可以回到这个家 不要一直在外遇的关系 晚上睡前 也一直祝福她先生 就这样子 她提到说 经过了一段时间 也是有一段时间 这样 她说先生 就表示 就说她要回来了 这样子 而且开始寄钱回家 这样子 那后来就回到家里住 所以听说什么 你知道 你的改变言语 可以从祷告开始 有的人 为先生祷告 那不如不要祷告还好 就是好像 就一直在马转 你都知道我先生 他都不回家 你看他就是这样 不顾 那这我就干脆不要祷告 就是 你可以跟神讲 你可以为着你的先生 来祷告 为着你的家庭来祷告 可是如果在祷告当中 都是控告对方的罪行 我觉得大家就不用 那可是你知道 你的言语 可以先从祷告开始 因为当你开始 先跟神祷告 你会发现 你对人比较有爱 不管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同事 本来好气他 可是先为他祷告 再去面对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里面比较会有爱 而且那个关系 真的会不一样 对我这边言语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 我有时候想到 那个崔子石牧师的见证 也是这样 他的先生 就是离开家八年 都是外遇的这些状况 回来 只要回家 就是要离婚 回家就是要离婚 可是呢 崔子石牧师 他就是真的是 很敬畏神 他也都不要口出恶言 有时候被他先生逼的 真的是 他真的是没有办法 他就用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求神控制他的嘴 为什么要用方言祷告 因为再不用方言祷告 就要开口骂人 所以他就方言祷告 所以真的神就祝福他 八年后他丈夫 回头了 而且还做牧师了 这样子 所以你看 当然有时候 我讲这个见证 就有人说 我不想等八年 八年太久了 也不会每一个人 如果他做牧师 当然有机会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只要让你知道 言语 当我们继续用爱心 用忍耐 宽容 我们的话语改变 很多都会改变 所以要学习 改变你的言语 它会改变你的环境 跟你的命运 所以不要再说 真倒霉 下次觉得倒霉的时候 要说感谢主 感谢主 那神就可以化 咒诅为祝福 下次不要说 我完了 要改一个话说 感谢神 我还有机会 我相信会转好的 不要说 这个我的病 很严重 我好像快死了 要说 主我相信 你是医治我的神 就改一个话语 改一个话语 就不一样 最后 我就是要提到说 你怎么样活出感恩的生活 就是你要小心选择 你的环境跟朋友 人家说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东西们是这样子 你跟喜欢祷告的人在一起 你会发现你很喜欢祷告 会互相影响 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 你跟那些用功的人一起读书 你也会变得很用功 你跟那些喜欢翘课的人 一起玩的人 那你就变得不爱读书 这样 那长大以后也是这样 当你跟那些喜欢祷告的人在一起 你渐渐的 你会喜欢祷告 你跟那些有信心的人在一起 渐渐的也会越来越有信心 可是同样的 你跟那些 有的人就是 就是 就是猪朋狗友 就是带你吃啊 玩啊 上夜店啊 喝酒啊 这些啊 泡妞的等等 对不起没 这个可能 都不是好朋友 鼓励你教课 鼓励你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鼓励你不要去教会 老了再信耶稣就好了 耶稣有信就可以了 对不起没 这个可能都不是什么好的朋友 就是 真的好的朋友 人家说有直 有量 有多文 也就是说 朋友真的有很多种 你从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 可能对你都会有一些影响 可是事实就是 如果你常常跟那些 一直在背后 说人家是非人在一起 渐渐的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在一起 渐渐的你也会变得 很三姑六婆 你很喜欢讲人家是非 看别人都是有问题的 那你如果常常 就是跟那些 一直喜欢这种 吃喝玩乐 很世俗人在一起 渐渐你会发现 你的心也静不下来 你一有空 你就想去K哥啊 一有空 你就想要做什么这样 那我觉得 那个对你的生命 真的是没有祝福 当然你说 那我们旁边 我们如果都不要这种朋友 那我们不就都没有朋友了吗 他们 当然我觉得他们是叫做 我自己会觉得 他们基本上还是 私上的灵魂 那我们当然是爱他们 没有问题 可是 真正的朋友说的是 他对你其实是有祝福的 他可以引导你 他可以对你 就是我们可以交心 我们是可以讲真话的 如果朋友都不能讲真话 就是说我们只能讲那些 讲好的 好听的 你想听的 如果只是这样 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朋友 真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 特别有时候 我们自己做牧者 有时候我们 也会面对有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讲实话 那明明只要讲实话 人家会不高兴 可是有时候 是对你好嘛 对不对 有的时候有的人 真的一谈起恋爱 就没天没地的这样子 那好坏也都不分 也不听听旁边的意见 那这种要不要劝呢 那有的时候 父母也劝不听 就来拜托牧师 牧师讲一下 讲一下 那当然要讲 对不对 不讲那一辈子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或者有的人 跟一些朋友在一起 他们都吸毒 或者常常就 泡在那个公园那里 常常晚上就一群人在那里 那要不要劝他呢 等等的这些 我觉得真正的朋友 应该是这样 我们可以讲真话 那如果说你的旁边 有这样的朋友 他是可以 一方面我们开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 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喜悦 可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真的不晓得说 我前面 我应该这个事情 我应该怎么做决定 或者我这个问题 我又没有我自己的盲点 至少我旁边有一两位 他是可以给我真正的 好的意见 来帮助我 而不是说 引导我 离神越来越远 那我觉得是好的 你要远离那些 破坏性跟负便心态的朋友 可是总有一些人 他们的属灵生命 可以成为你的祝福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可是有的时候 说实在 弟兄姐妹 对你有祝福的话 刚开始听 真的也没多好听 可是呢 慢慢的 自己仔细地想想想 会觉得 也是蛮有道理的 这样子 所以其实 我们周围 我相信 应该或多或少 都有这样的朋友 那如果你 小心 因为身上说 滥交是败坏善行的 如果你交错朋友 你可能会走到 另外一个方向去 也是有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渴望 活出幸福的生活 那我们要常常 思想神的良善 神是美好的神 神对我真好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能得益处 然后你要用 正面的眼光 来看这些很多事物 然后留意 改变你的言语 说我的话 我就是这个嘴 我都改不了 赶快来追求主 更多被圣灵充满 我们就可以 改变我们的言语 那另外呢 你也要好好地 选择你的朋友 那这样子 我觉得 你的生活 就会不一样 而且我们也可以 在其中 活出感恩的生活 我在说 感恩是具有 破坏魔鬼 权势的力量 如果你不希望 常常有仇敌的攻击 弟兄姐妹 让我们活出感恩的生活 当你常常感恩 魔鬼就拿你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求神这样子来 帮助我们 借着感恩 让我们活出 正面积极的生活来 求神用他的话来 祝福每一位 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从座位上起立 好不好 fullness 帮助我们 每个人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